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说它有一类现象 在临界的时候 它都是服从这个秘密关系 那么这一类现象 怎么用一个理论框架 把它全给包起来 那么这就是狼道的工作 狼道就因为这个工作得了诺巴奖 他是一个很有天才的 所以他得诺巴奖以后很不幸 他一次坐卡车出去车祸 脑袋撞坏了 撞坏了以后他就不行了 就是半傻的状态了 这样的话 当然对他是一个不幸 对其他的物理学家就 否则诺巴奖还不全被他搂走了 他是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概念 就把所有的这些临界指数东西都给混起来了 但是他和实验有一定距离 那么他怎么讲呢 就是说他有一个猜想 二级相变 它的原因是对称性破缺 就是原来的对称发生了突然的改变而引起的 这是他的一个猜想 那么当然他怎么想到这儿了 他在书上也就是显而易见 但是你怎么想 你怎么想也见不着 对吧 那么这个显而易见 对他的显而易见理论的话 我的既然是对称性破缺 是他的主要元素 那我的蓄参量就取 它的这个蓄参量就是对称 对吧 那么我们举一个 这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 那么他说二级相变就是一个 有序到无序或无序有序之间的相变 对吧 那么我就显然 这显而易见 我也能显而易见 如果是这个蓄参量有序无序的话 肯定就是用它的那个对称来定义它的 那么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这个黄铜合金 这个例子 那么黄铜合金 是由铜原子和新原子组成的 对吧 那么铜原子和新原子组成 如果是它是有序的话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序 就是说这八个角 每一个铜原子都有八个新原子 这么有规律地包着它 对吧 那么这个 这叫体型立方 对吧 然后呢 如果你温度升高了以后 这些原子就会互相迁移 那么迁移 迁移的话 这个位置应该是铜 应该是铜 铜就会把它挤走 那么挤来挤去的话 在高温的话 那么每一个位置 它这个 它是铜原子的几率和新原子的几率 就变成相同了 那么这是最无序的状态 对不对 这就变成最无序的状态 那么你就找出一个细差量 来描述这种有序无序就行了 那么这个细差量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ET 就是说 这个R是什么呢 R和W分别就是说 两种原子应该站的那个地方 对吧 这R就是原子应该站的地方 那么W是那原子站错的地方 就比如说 这个里面吧 这个新原子应该站在这儿 你就数数这金格里面 这个有多少个新原子 确实它站在这儿 那么有多少站错了 所以说 当 R如果都站错了 就是实际上是对的 对不对 就是一个face 所以说呢 在这种定义下的话 ET等于1 表示全站对 对吧 那么ET等于-1 也表示全站错 全站错就是全站对 所以它是对称的 对吧 那么只有ET等于0的时候 对错参半就完全无序 这样的话 我就用这个东西 作为细差量 把这种黄金的那个金格 就是这种相变 我就拿它来做细差量 就给它解释 就给它定义了 那么显然 当这个T大于TC的时候 就是说 这个温度大于向面温度的时候 就它已经 向面已经发生了 对吧 它就是好像液体的那种东西了 就是全混进来了 这时候ET等于0 对不对 当这个温度小于TC的时候 它就结晶了 这时候 它的ET虽然不等于1 它已经是大于1 或者是小于1的一个东西了 它的绝对值 对吧 就是就有值了 它可正可负 当然随着ET上升 上升到临界点的话 它随着温度上升到临界点的话 它就趋于0 对不对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就把这个续参量和对称 就联系起来了 对吧 那么无序的时候 对称性最高的 它是平移对称 是乱平移仪器 那么有序的时候 平移只能平移一个FACE 所以它就低了 对吧 有序的时候 对称性低 那么从无序到有序 是什么呢 是一个对称性破缺的过程 就原来高对称就变成低对称 是对称性破缺的过程 从这个有序到无序呢 就是一个对称性恢复的过程 原来不对称东西变成对称 对吧 那么它的续参量就是ET 那么怎么来分析它的话 它这个狼刀二级下面矩页就这样 那么我们假设用这个 在这个临界点附近 对吧 临界点附近一条可能是趋于零的一个值 对不对 那么我的这个GYPS Energy 就是自由含呢 自由含肯定是这个续参量的参数 当这个续参量趋于零的时候 你的自由含就可以用这个 你的续参量展开 台老展开 对不对 那么台老展开就是 这零界向 一界向 二界向 三界向 四界向 你就展了 展完了以后 你就先 第一个argument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ET是对称的 就是说它等于 负1和正1是一回事 对不对 它是对称的 所以呢 这个G的ET大于零 等于G的ET小于零 它完全对称 在这种对称条件下的话 你带进去 比如说ET和负ET是一回事 就是你把这个式子 带成ET 带成大于零和带成小于零 应该一回事 那么这样的话 那必须这些系数 A1 A3 A5 所有单向的都必须等于 对不对 你才能 你就说 你这个GP3的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应该 这个函数值应该在这种变换下不变 对不对 在这种变换下不变的函数的话 那么你要展开的话 一定是A1 A3 A5 A7 A9 都等于 所以单数等于零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 你的自由函写成 去三量写成这样的函数 对吧 然后写成这样函数以后 你再看 当它在高对称项的时候 ET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 它等于零 它等于零 它因为那个GP3就等于零 对不对 但这个 我们知道 高推认项在温度小于 它的临界温度的时候 它是稳定的 它稳定要求是什么呢 要求在 温度小于 临界温度的时候 它这个GP3的 二阶向系数 就是二阶 二阶球导 就是偏平方G 偏ET平方 在这个 ET等于零 这个位置的话 它应该是大于零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当T 大于 临界温度的时候 正好相反 就是ET等于零 那个值 应该是小于零的 对吧 因为那地方 已经不稳定了 不稳定要求什么呢 就是它的 这个 二阶偏导数 是小于零的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猜想 这个 这个ET的二阶向系数 应该有这样的形式 就是 它二阶向系数 肯定是温度和压力的函数 但是温度向 应该是T减TC 这样你就可以保证 T大于TC的时候 这个 AR是大于零的 对吧 它应该这种形式 就猜出来了 然后呢 四阶怎么办 四阶的话 就在这个 临界的时候 它是 那个 那个 那个值是稳定的 在临界的时候 你的二阶偏导数 都没东西了 只有 那个四阶向了 对不对 你前面两个都会偏 偏没了 就剩四阶向了 那么你这四阶向 应该是大于零 对吧 它有一个稳定值 它就有一个 有一个稳定状态在那 那不稳定哪去 对吧 它总是有一个稳定状态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阵幅应该是大于零 是吧 这样的话 你就把 你把后面的像 都给 都给去掉了以后 你就得到了 Gip Sanergy 在 在这个临界点附近的 形式 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对吧 那么显然这个 你随着温度的变化 就原来是这样的 你的Gip Sanergy 随着Eta的变化 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呢 你当温度 一旦这个 小于TC的话 它就变成这样的 那么这是一个极致点 这是两个极致点 对吧 然后你看看 平衡态 平衡态肯定是 Gip Sanergy的极小值 极小值的话 就是偏G 偏Eta 等于0的那个值 你算出来以后 就有两个解 对吧 这个解 第一个解 Eta等于0 是这个解 对吧 然后呢 当T大于 小于TC的时候 就有这两个解 那么你可以发现 从这个Gip Sanergy 图上来讲 当T大于TC的话 这是一个极小值 这个解 这个解是稳定的 当T小于TC的话 这个解 就变成一个 Gip Sanergy的 自由含的一个 局域极大点了 它就不稳定了 这点 而这两个点 是局域极小点 这两个点是稳定 对吧 然后 你就有这么一个关系 对吧 那么临界指数 一下就知道 β等于1分之1 对吧 这一下就看出来 因为这个是蓄散量 这是在我们测量里面的 那个蓄散量 对吧 这是1分之1 这临界指数1分之1 这马上就知道了 好 那么 这种理论 就可以预言好多东西 比如说吧 它预言热融 在临界点发生越变 而且它的临界指数等于0 对吧 那么热融 我们知道热融 是等于什么呢 负的偏距偏tp 然后你这个s的形式在这 你就可以写出 这个 它的等压热融 在高对称项 它就等于cp0 就是偏s 偏 偏s0 偏tp 然后再乘以t 就是它 然后在这个 低对称项 就把这个再做 对对替做偏导 就得到cp0 加上一个东西 加上一个t 对吧 再做这t偏导 加一个t 那么在临界点的时候 临界点的时候 它这两个的差 就是 这是低对称 这是高对称 它的差值 就正比 正比于什么 这是一个常数 所以它的临界指数 alpha等于0 对吧 就是这么 你把这个形式算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把一系列的临界指数 都给算出来 那么实验测出来是0.1到0.2之间 那么 狼道的理论 给出的是0 差的不多 对吧 然后当然 我们可以测量出来 也可以 这理论的结果 就是说 它从这边趋向是这样的 从这边趋向的 这个有一个名字叫做 lambda相变 就是它像一个lambda 对吧 实验 就像一个lambda 就在这个 在临界点的时候 它突然有个上升 然后再下去 那么你要把这个温度 这个温度是k 变成毫k 这个lambda还在 变成vk 这个lambda还在 这是实验 这是lambda的理论解释的 这是实验测量的 就是结果是很好的 那么 狼道的理论 狼道的理论 预测的 β等于1 γ等于3 Δ等于3 γ等于1 α等于0 就是说 在临界现象 我们刚讲那些 临界现象 那些临界指数 就用这一个图像 就这么简单的图像 就全部可以预测出来了 但是和实验比较 你发现的话 它实际上不太吻合 实验发现 β等于0.34左右 然后Δ等于4.8左右 γ等于1.2左右 α等于0.1左右 但是 能用这么一个简单的理论 把这个临界 它都是临界指数形式 只是指数的量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么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就是 因此它得了诺贝尔奖 然后呢 那个 金斯伯克是狼道的学生 他就是要把这狼道的理论再完善 那么 他就是 就是看着误差 误差的话 因为狼道的理论 是一个所谓平均场理论 就是说我用平均值来算 那么在临界 在临界的时候 它的帐落是很大的 对不对 临界帐落大的话 它这个理论 在那一点 就可能不太对头 然后金斯伯克就是 修正了他的理论 所以他得到一个叫 金斯伯安道方程 就原来叫蓝道方程 金斯伯克修正了以后 就变成金斯伯安道方程了 那么他的非常有创意的是 他把虚数放进去了 就是他变成一个 浮变量的方程了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给出一个 更精确的预测 好 我们这个 所有的课就讲到这了 都要注意 我现在的预测 就有好 我先试过 我先试过 我先试过